Hello 大家好 我是馬友華 今天這一集對我自己來說是比較感性的一集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我要給大家看一下一個從來都沒有曝光過的一件事 就是我的一些珍藏 其實我從小到大都很喜歡存 CD 稍後就會讓你們看到 我知道很多人一直都想看看我的 home tour 但為什麼一直都沒有拍? 因為家裡一直都沒有準備 因為CD一直都放在舊家 而舊家就要買出去 所以明天開始我的所有CD就會一次過入了 就應該很久很久都不會再見到他們 所以我就想拍一段影片給你們看一下 我對CD的鍾情是去到什麼程度 對某些人來說都是一種集體的回憶 那我們一起去我的舊屋吧 其實我的舊屋就是在同一棟大廈的四樓 現在所有人都搬走了 只剩下CD 我特地把CD到最後才收拾 讓大家可以看一下這些CD 這些就是我的CD 是不是很誇張呢? 因為儲存CD是一個很高難度的一件事 我想大家都知道很多香港的唱片都有一些超大隻的碟 哇!這隻CD這麼大隻啊! 這麼大盒啊!這樣的碟 所以儲存方面是非常之有難度 入倉之前不如看看我們有沒有什麼特別的CD 可以跟大家回味一下 你們會看到這裡有很多CD 其實我小時候我爸媽是很抗拒我聽歌的 所以我小時候買CD是不可以被家人發現的 其中一個很記得就是買這隻 《容祖兒誰來愛我這隻碟》的時候 我記得那天很興奮想去買這隻碟 總之被我爸媽知道那天想去買這隻碟 他們就說不准你不可以去買碟 不可以買CD 那時我很喜歡去灣仔雜城的一間唱片店買碟 買完之後我就會在家裡摺在枕頭底 因為怕被我爸媽發現 然後就會偷偷地自己在那裡聽 我怎樣才會去買一隻碟呢 歌曲很好聽 這個第一 又或者是我覺得那個碟的包裝很漂亮 或者是封面很漂亮 我都會買的 就算是一些我不認識的人 我都會如果好聽或者是很漂亮 我都會買 我懷疑我家裡有賊 因為有幾隻特別貴重的碟是不見了 其中一隻碟是祖兒的第一隻碟 就是這隻未知的一個特別版 但不見了不知它有哪 對我來說很有印象深刻的一隻碟 因為我經常大事大事 我都要陪家人回到大陸到過年 然後我就會不停不停地煮祖兒的碟 狂聽 這是它第一隻碟 那時候聽得最多 我都不知聽花了幾多隻 那時候這個碟有很多版本 我還記得用了兩三年時間 才找到它第一隻碟的第一個版本 我還記得裡面有送一些H2O Plus的相片 這一隻都是我很喜歡很喜歡的一隻碟 就是Ten Most Wanted 我覺得整個畫質 造型 製品 所有東西都是很前衛 我覺得 而且歌曲都很棒 摩登時代 赤地雪 跟真科達做健身操 留女眼 望留女眼 嘗試坐飛機 最後的朱麗葉 冬眠 金銀島 其實這隻碟十首歌有八首都可以是主打歌 而且我覺得整個感覺是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即是它這個均衣服很… 很時尚 很時尚 有些很漂亮的 close-up照 很有型的這個頭髮 就是用了一些髮型 然後用一些髮型 然後用一些髮型 拼在當作一個陰 那樣的感覺 那一年真的很前衛 2006年 十三年前 非常時尚 而且很多時候 我的CD是不見了那隻碟 看看是沒有那隻碟 因為我會搭上一些CD 可能拿出街 聽網民用 然後聽聽聽就不會不見那隻碟 所以才有這麼多隻 還有這個 它的十週年 當時有十個封面 即是它那十個造型 是有一本寶 是有的 嘩 如果拍這十七相 不知道當時 是用了多少時間去拍 可能已經幾天了 我自己都很喜歡的是 JAM的第一隻碟 當時一出的時候 我一聽已經很喜歡她的歌 那時有Where Did You Go 水公主 回一滴沙 樓 我覺得包裝很重要 對一個藝人來說 例如她一出來 是很有學生的感覺 所以她的CD 好像一個記事寶 打開好像一本紀念插 有學生資料 然後裡面的Graphics 都是很適合那個時期的她 所以這也是很喜歡的一隻碟 王菲唱悠全集 有《紫愛陌生人》唱悠 《你快樂所以我快樂》 然後有《光之夜》那隻碟 還有《預言》 這五隻Album 都是華語樂壇 很精彩的五張作品 都在這個盒裡面 所以我是很珍藏這個盒 然後就有一些童年回憶 《我門的紀念冊》 哇 這盒東西真是 哇 你看我小時候 譬如說唱片外面會有一張貼紙 我會剪掉它出來 然後黏在裡面 多用心 好像奴作一樣 哇 很青春 這個都好像做到紀念冊 然後有些手寫的 《二人世界杯》 《眼紅紅》 《友誼第一》 然後還有 本來我有《明愛暗亂補習社》的第一版 然後又是不見了 究竟誰上來我家 然後就有這隻陳希兒的碟 她是我的好朋友 她離開了 我認識她的時候 就是她剛剛出的這隻碟 我覺得她的歌曲很好聽 大家有沒有聽過 這碟是很值得紀念 這隻是張惠妹 李作漢我媽 是我第一次和她合作的第一隻唱片 這碟很好聽 而且我覺得這個包裝很特別 而且這是她的紋身 我想說我喜歡買碟到 我什麼都會支持 真的 有什麼我剛才說到很漂亮 但又會存的碟 這是其中一隻 李龍兒 《時光中飛舞》 《夜遊杜拜》 而且我買一隻CD回來的時候 我很喜歡看她的Credit List 例如 哪位攝影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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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細節我都會留意 這隻碟是 是呀 朱祖兒做的 她拍這張照片 這個牆紙 是不是地毯呢 質感很漂亮 還有衣服的感覺 很classy 所以一直都存起這隻碟 很喜歡 我覺得一個唱片的art direction 很影響到觀眾 如何接收這隻唱片 因為大家除了聽歌之外 那個感官都很感要 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這隻是在台灣的二手CD買的 這隻是《賓奇報》第一隻 Single 3寸碟 他頭幾隻Single 都是出三寸版本的 這隻是他第一隻歌 所以都是很值得珍藏的 這隻我也覺得很漂亮 Eason的《Shall We Talk? Shall We Dance?》 而且真的很漂亮 我覺得這個格仔的西裝 襯這個背景 畫面都很漂亮 你看後面 1 2 3 4 5 6 7 每一首歌名 他用這樣的方法選開它 很清楚很漂亮 這隻碟是 Wingsha影的 Thomas Chan做Costume 這隻碟一看就知道是大師做的 因為真的隔這麼多年看 都覺得很有質素 很漂亮 接著 就是我第一隻入行做的碟 這個吳與非的我本人 就是他剛進環球的第一隻碟 很記得這張帖子也很喜歡 這個是我第一次做的照片 整世人第一次 這個錄是當時的同事 親手跟水晶組裝出來的 那時候真的想到太天盲空 真的不會做 只說 想水和水晶融合的感覺 我們可否撥水 誰知真的可以 當時的攝影師CK 說我們現場拿兩桶水 一盒飲入去 就做了這張照片的效果 自己都很喜歡 很值得紀念 很開心的作品 接著就有這兩款我自己很喜歡聽的碟 就是Alba 燒亞軒 這款是舊一點的 愛上愛 接著這款是1087 這款1087是KKBOX 或Spotify 是沒有的 我覺得這款是超級好聽 對 大概是這些 看到現在自己從小到大的碟 就要入倉 很不捨得的 但對我來說就好像 move on 到下一個 stage 這些碟帶來給我很多 學到很多東西 音樂上也好 視覺上也好 都學了很多前輩很厲害的作品 所以希望你們有儲開唱片的朋友 都會好好珍惜這些唱片 不知道下一次見到他們是什麼時候 所以如果你們有儲開什麼唱片 對你們來說意義很重大 你們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們可以開始一個討論唱片的一個小小的討論區 如果你從來都沒有買過CD 不要因為這樣而不訂閱我 我只是這條影片說CD 你記得訂閱吧 9點鐘 2至4 拜拜 拜拜 唉 很多碟啊 真的 好逼啊 豈有此理 好低能啊 回想起真是 究竟誰這麼夠薑 沖來我家裡撥了這碟 誰啊 誰拿了這碟啊 豈有此理 好累 好幾天 好幾天